比亚迪又赢了 6月份比亚迪的销量是特斯拉的三倍 那么新能源股还可以追吗 大家好 我是Linda 欢迎大家来到Linda说港股 最近呢 我们恒生指数呢 是处于一个比较弱势的一个状态 但是新能源股最近呢 也是一个比较强的态势 那么新能源股还可以再追吗 如果您是第一次收听Linda的视频 可以先关注再观看 不错过关于港股的任何的消息 那么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课程 开始之前呢 我们说一下免责声明 股市有风险 投资需谨慎 视频内容仅代表我个人观点 视频提供的股票及分析方法 仅供参考风险自负 唯有科学理性的分析决策 才能更好的在股市当中获利 我们呢 先来看一下恒生指数 最近呢 恒生指数呢 处于一个比较弱势的一个状态 大家也可以来我们一起看一下 现在的一个状态 处于什么状态呢 自从琳达给大家讲 这个港股呢 我们就正好处于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 也就是彩虹线正好16条线凝结 那么也给大家讲到过 这个呢 也是横摆震荡非常关键的一个价位啊 如果股价在这个16条线上 我们说这叫重要支撑 如果在下边是重要阻力 那么自从跌破以来呢 股价一直是在这个之下的 而且最近它的一个走势处于什么 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啊 最近的话我们的市场处于一个什么市场呢 这个一个小的一个趋势的话 很明显它正好处于一个下降的一个通道 那么在上周六给大家讲到的时候呢 我们说这个位置 它是有一个非常强势的缺口的 看到了吗 这个是一个跳空缺口的一个下降 然后给大家讲到过 这个缺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缺口 也就代表着是不是行情要加速的一个下跌呢 当然了 我们可以看到上一次我们跌到 也就是上周五 正好是跌到了我们下降通道的这个下轨道上 所以呢最后最近股价呢 你会发现啊 虽然很弱 但是呢它是往上走的 但是这个往上走呢 它又基本上都是什么 高开低走 对吗 高开低走的一个状态 那么现在呢 你会发现它正好要反弹到什么了 上轨道上 这个呢 就是我们当前的一个恒生指数 它不算强 因为在什么 在我们的牛熊分界线下方 那么牛熊分界线呢 是我们的重要的一个阻力位 这个呢 就是我们当前恒生指数 但是你会发现 我们以前给大家讲过啊 上升市场 我们做什么 做蓝筹股 也就是做和指数相关的那些股票 那么指数上涨 大多数那种股票会上涨的 但是如果是下降趋势的话 我们一定要做的是什么呢 是明星股 那么当前我们的明星股都有哪些呢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 也就是我们做股票的时候 看完指数 指数出于弱势的时候 我们要轻指数中哥股 那么接下来 今天呢 给大家讲到的热点股呢 是我们刚才给大家提到的 新能源板块 首先第一个呢 是比亚迪 比亚迪呢 那你会发现啊 在去年 恒生指数大跌的情况下 比亚迪呢 去年也是 基本上是一个上升的一个趋势 他呢 也是我们新能源的一个 算是我们亚洲的一个龙头吧 对吧 特斯拉我们说是新能源之王的话 那么比亚迪呢 也是我们亚洲的这个 新能源汽车的一个龙头 那么他的话呢 现在也是处于一个什么 上升趋势 看到了吗 他和指数是相反的 他是在牛熊分界线之上 处于一个上涨的一个趋势 那么也是有资金在 炒作的 对吧 资金在炒作 那么今天呢 我们也是公布了说 比亚迪什么呀 六月的销量是特斯拉的三倍 肯定很多人也在想 那这比亚迪还不得涨疯了呀 那确实今天比亚迪呢 他是处于一个高开的一个状态下 但是呢 今天走了一个高开低走的一个走势 你看在盘中的时候 他的一个这个下跌的一个幅度 跳水还是非常强的啊 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比亚迪 那到底我能不能追呢 那么现在比亚迪他处于一个什么状态啊 大家可以看上穿了 在这个位置遇到白色线 那白色线重要阻力在这突破以后 股价穿了两天回调两天 对吧 上涨几波回调 回调到白色线 这一次上涨回调到哪里 黄色线 那么这一次上涨 我们又是差不多回调到了黄色线 那么这两天的一个上涨 那么到底能不能追呢 到底能不能追呢 那么我们现在要关注的他的一个状态 你看啊 首先这个处于一个什么 处于一个三角形态 处于一个三角形态 也就是说现在的话 我们来看的话 其实前期的高点也就是272 这根的蜡烛 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阻力位 所以说呢 从消息面上 确实很好 这也印证了我们之前说了 出现好消息去买股价下跌 然后呢 出现坏消息反倒是股票上涨 其实呢 有的时候好消息出来以后呢 你再去买都有点稍微晚一点了 其实这个股票 你说如果按照波段 这个位置是一个波段 怎么办呢 你看啊 紫色线穿红柱 这是一波上涨 紫色线穿红柱 这是一波上涨 那么今天很显然紫色线从红柱里跑出来了 所以短期今天回调也是正常的 但是呢 长期来说的话 大家可以看啊 首先它在牛熊分界线之上 在我们的黄色线的中短期的一个支撑之上 成本之上 而且呢 我们的六财神龙 也就是庄家现在是大于50 甚至是大于75的 也就是庄家还是在控盘这个股票 还是在控盘这个股票 所以说看我们做短线还是做长线了 对吧 如果做短线的话 其实如果真的回踩下来 是不是我们可能还会有机会呢 如果真的我再回踩一下 紫色线再穿到红柱里边 是不是就是我们的一个 进场的一个机会呢 对吧 这个呢 也是我们自己 好好的去思考一下 这个呢 是比亚迪 那么另外呢 我们新能源板块呢 我们还有曾经在2020年 2021年特别火的 也就叱咤风云的 我们说叫什么呢 叫电动三傻 对吧 中国的电动三傻 第一个呢 是理想 理想呢 这个我们给大家讲到的最早 在上上个月 我们就一直在给大家讲到理想 为什么呢 他也是在这个位置 突破了我们的牛熊分界线 然后呢 紫色线 大家看可以在红柱里 而且庄稼一直是在75%之上 对吧 而且当时我们也给大家讲到过 他的业绩 是不是也是非常好的呀 哎 当时他的业绩 包括交车数据 甚至数据曾经有一个超过之前的94% 对吧 这个呢 都是之前琳达给大家讲过无数次的啊 那么也很显然 在这电动三傻里 在这些电动车里边 理想汽车也是最强的 对吧 基本面强势 那你看到技术面也是非常强的 那么现在呢 也是正好处于一个 你看看在短线 在红色线之上 从上传牛熊分界线 还没有一个像样的回调呢 你不像刚才我们看到的比亚迪 他正好还回调到了黄色线上 也就是中短期的一个支撑线 那么从这个理想来看 还没有一个像样的一个回调 还没有一个像样回调 哪怕今天出现了 收了一个上影线的一个蜡烛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 其实呢紫色线还在红柱里边 而且庄稼还在75%里 那么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你看有红柱从 这个紫色线从红柱处理 这个位置呢 它是有过一个小的 横摆震荡的一个回调 包括这个位置 有过一个小的一个回调 但是从技术面来看 现在呢 它还是属于比较强势的 那能不能追涨呢 追涨你必须得有明确的 一个进场点 对吧 当然了 那你说昨天 是不是一个明确的进场点 昨天还真是一个进场点 看到没有 但是这个进场点 它不好 知道为什么不好吗 因为它没有回彩 如果它是能回彩的黄色线 再收起来一个紫色线 穿红柱 那就更好了 这个呢是理想 接下来呢是小鹏 小鹏汽车呢 它的话这一轮 应该说小鹏和蔚来呢 他们两个是一个梯队的 然后比亚迪和理想是一个梯队的 那么小鹏汽车呢 它比蔚来还要强一点点 为什么 大家可以看啊 它的话是提早突破了白色线 那么突破白色线以后 这一周应该从上个拜二开始 股价形成了一个横摆震荡 那么同样红柱也是超过了75% 今天呢 本来上午是突破前期平台的啊 但是呢 同样下午一个跳水 这里也是收了一个长上影线 收了一个长上影线 所以说呢 那你说它什么时候是我们的进场点呢 之前如果是老的一个学员 大家应该知道 我们说过突破白色线 尤其白色线是向下的话 我们要等着回彩 什么时候是回彩呢 紫色线穿红柱里边 就是我们的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进场点 当然最好白色线要走平 接下来呢 是蔚来汽车 蔚来汽车呢 我们应该是在上周还是上上周 琳达给大家讲过 也是一个拜三 我的标题就是蔚来可以抄底吗 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啊 当时给大家讲到正好是这个位置 当时蔚来是最弱的 为什么要讲蔚来呢 因为他正好这里彩虹线凝结 虽然是下降趋势 这个位置的一个凝结 包括六彩神龙的紫色线穿红柱线 当时我给大家讲到过一个数字是20% 而且也给大家讲到过这个价格是87 正好呢 今天应该是昨天 今天都达到了87块钱 看到了吗 最高价正好是87块钱的一个价格 所以说呢如果你说我做短线的 那我从这个位置买 20%我已经到手了 对吗 我们当时给大家讲到的应该是73 74的位置 那么到现在为止 正好20%已经到手了 当然了 你说老师那我不想卖掉 我就想做长线行不行 其实你会发现啊 同样的一个板块之间呢 他们是相互验证的 其他的股票都已经突破白色线了 都已经起来了 难道他就不会起来吗 而且从下边的资金来看的话 现在是散户刚刚昨天刚刚消失 紫色线还在红柱里上向上的一个走势 所以说从目前的状态来说啊 虽然未来是最弱的 但是你会发现 他的话呢 其实从资金上来看 他是还是最好看的 对吗 只是说他现在正好面临着 我之前给大家讲到的 白色线的一个阻力位 能不能突破 这个是关键 就像当时我们小鹏 当时为什么给大家讲 未来没讲小鹏 因为当时小鹏正好是 处于白色线的一个阻力位 虽然有庄家 没散户 但是当时他是正好处于一个白色线的 看到没有 当时我给大家讲未来的时候 其实他正好在这个位置 所以说我们给大家讲的是 未来我们说到20%的一个空间 所以说呢 其实 现在就是你自己做决定 老师呢 其实给大家讲的都属于一个抛砖引玉 他也不一定是对的 对吧 琳达从来没说我一定是对的 我们给大家起到的是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 好吧 这个呢就是整个新能源板块 那么到底能不能今年新能源又会成为像我们20202021那样的一个状态呢 是有可能的 对吧 至少从目前来看 不管是这个美国的新能源 还是咱们新这个香港的新能源都是属于比较强势的 而在弱势的行情下 我们只能做的是什么 我们只能做的是明星股 好了啊 那么我们今天呢就给大家讲到这 如果呢你觉得琳达的这个分享 你能有一定的收获的话 也可以 如果不是我们的粉丝 可以点击一下订阅我们的频道 并且呢打开小铃铛 那么就会持续收到我的视频了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 谢谢大家 好了 ãy subscribe cho kênh La La School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